最近通脹這兩個字真是觸動市場神經 但通脹你真是明白嗎? 今集我們會講一下 其實外面不少的分析 是用錯數字看通脹 以及用錯投資工具抗通脹 究竟用甚麼抗通脹才對呢? 我稍後會送給大家 抗通脹三寶 歡迎來到匯豐投資匯客室 最近甚麼都貴了 即是有通脹 不過不是我們害怕就可以了 一切由中央銀行作主 那他們又怎樣看通脹呢? 一個字就是二字 以美國聯儲局為例 目標通脹率就是二 即是當通脹率在一段時間 那個2%就要考慮調整貨幣政策 甚至要加息 最近坊間不少分析就說 CPI即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爆到5%這麼厲害 通脹失控還不是有證有據 但原來聯儲局的專家 是看PCE 即是個人消費開支 來做政策決定 PCE入面的組成和計算 都跟CPI是有些分別的 而計算出來的數字 亦都一向比CPI低 當然了 現在連PCE都超過局方2%的目標 都只是因爲有去年的超低基數效應 加上現在供應鏈都未完全恢復正常 令到通脹暫時超標 明年我們會預期通脹率會下2% 再者 聯儲局加不加息 是看平均通脹目標 即是有時可以高過2 有時又可以低過2 總之一段時間之內 所以拉勻計算一下就收貨了 但這個說一段時間有多長呢 這個就真是聯儲局自己才知道 雖然通脹是短暫 但也要處理的 因為身價真的會少了 所以便要投資抗通脹 傳統智慧就是買金抗通脹 但世界變了 近五年來講 金價和通脹都沒有什麼關係 原來的情況就是 美金藥金價就會明顯升 又說像去年那樣 疫情爆發 金是因為避險 就算沒有通脹之下 也升了三成 今年每個都說通脹回來 反而金價又動都不動 其實金雖然是矜貴 但有一個死願 就是無息收了 在現在長期超低息的環境下 對抗雜時的通脹 投資當然要有息落袋 有息收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只靠價升 對很多投資者來說 出入時機不太容易掌握 讓我介紹一下 抗通脹三寶給大家 而高息股之中 有經濟復甦因素的 地產股和房拓基金 更值得留意 當然 投資組合要平衡風險 大家要記住 通脹投資要保值 有息有息就合息 如果想知道我們匯豐的投資提示 記得按讚我們Facebook專頁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